今天我们来做一款超级可爱的万圣节主题积极包 学会了这款积极包 你做任何积极包都不在话下 首先我先讲一下设计的思路 一般积极包的模具是20x20的固底方形模具 通常分成16个或者9个面团 这个呢是我最初的设计图 木乃伊和黑猫分别占两个面团 其他都是一个面团 事先设计好了以后就知道各个颜色需要染多少面团 这里可以看到黑色需要六个 白色需要三个 橙色要两个 棕色要两个 紫色也要两个 绿色要一个 每个面团呢是在35克左右 接着我们就来做积极包吧 第一步我们先把模具拿出来 内壁抹上黄油 以便于之后的脱模 像这样均匀的抹上黄油 接着我们来和面 先把高粉鸡蛋糖以及牛奶和酵母混合在一起 我这里用的是鲜酵母 你如果用干酵母的话就除以3 也就是12除以3等于4克 所有材料混合好了以后可以开始揉面了 面包的面团是比较湿的 你也可以用机器揉 揉到稍微出磨就可以加入盐和黄油 继续揉 揉好的面团是可以拉出比较薄的膜 搓开以后它的洞的边缘是光滑的 那么这个时候面就揉好了 接下去一步是染色 首先染黑色 我们这里需要染6个黑色面团的量 也就是210克 黑色是用竹炭粉加上一点点的水揉在一起 染色是个辛苦的过程 要细心多揉 颜色才能进得去 之所以没有让大家在一发以后再染 是因为发了叫的面团实在很难染色 黑色染好以后 我们分成6份 先滚圆 放在模具里 放这个位置上 这个呢 是用来画白色蜘蛛网的 接下去我们做幽灵的那两个面团 两个小幽灵是一个面团 一分为二 揉圆以后放进去 放在左下方这个位置 接着我们做黑猫 一个面团切去一点 一分为二做耳朵 耳朵是揉圆放在别的地方 而不是放在模具里面 头有些椭圆像这样横放进去 再取一块面团 切一部分做尾巴 尾巴也是放在别的地方发酵 而不是放在这个模具里面 这个猫的关键点就在于 耳朵和尾巴 它都是放在别的地方发酵的 因为如果放在模具里的话 它会容易变形 而且会被挤到下面去 你最后做好的成品是看不到的 要等别的地方发酵好了以后 再调整造型 再把它拼装 粘上去 其实做很多普通的挤挤包 也是用这样的方法 很多小动物的耳朵都是后面 用水再粘上去的 身体也是椭圆的 但是它是竖着的 接下去我们做木乃伊 木乃伊的头比较大 是一个竖着的椭圆 剩下的黑色面团一切为二 滚成椭圆形做身体 你会看到这些面团都是有一定间距的 要给它们足够的发酵空间 剩下的黑面团搓长 一切四就是四肢 四肢和猫尾巴一样 也是要放在别的地方发酵 不能放在这个模具里 这里注意染色的过程比较长 全程要盖上保鲜膜 防止变干 最好在这个模具下面放块冰块 防止最开始的面团发酵过度 后面的来不及发 好 接着我们来做南瓜 这个是用南瓜粉和红麴粉染的橙色 取30颗面团 揉圆 用绳子这样扎起来 不要扎太紧 要给它足够的发酵空间 这样做两个大南瓜 剩下的面团一分为二 同样的方法做成两个小南瓜 做好的大南瓜 放到模具里这两个位置 小的南瓜放在一边备用 接着我们用可可粉染成棕色 放在这两个位置上 紫薯粉染成紫色 放在这两个位置上 以及麦苗粉或者抹茶粉染成绿色 放在右边这个位置上 因为绿色是小绿人的脸 它稍微长一点 你把它稍微弄得长方形一些 最后是白色 白色其实就是面团本身的颜色 不用加别的果蔬粉之类的 好现在我们可以撤走冰袋了 让它们进行一发 发的同时呢我们来做欧客皮 首先来和面 高粉低粉水黄油和糖都混合在一起 揉一下 欧客皮是面包装饰里常用的一种面皮 它没有什么弹性 烤制以后形状会保持得很好 一般简单的几几包是用不上的 但是复杂一些的装饰 它用的比较多 稍微醒一醒 我们看一看之前的设计图 需要的颜色有黑色、白色、紫色、黄色、绿色和红色 大致看一下需要的量进行染色 黑色要的比较多 所以取一半 就染成了黑色 这样需要的颜色的面团都染好了 这时候我们要来检查一下面团依发的程度 所有的面团基本上都已经靠着对方了 但是我们的欧客皮的配件还没有做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控制一下发酵 把模具放到冰箱里面去 让它低温延缓发酵 耳朵、尾巴、还有那些南瓜之类的 也放到冰箱里面去 我们把黑色的欧客皮擀开 放入冰箱冷冻5分钟 这样更好操作 我这里用了一个小工具 这个小塑料片大致是5厘米 这样我就可以笔画一下 控制好我做的图案尺寸 因为每一个几几包的面团的尺寸 大概是在5乘以5左右 动好的黑色面团 我们剪出蝙蝠 小绿人的头发 南瓜的五官等等 做南瓜的五官时 可以借助大号表花嘴 来做这样一个月牙形 挖出牙齿的位置 再做两个小三角 南瓜的五官就做好了 接着做一只蜘蛛 蜘蛛我们只要做它的身体 用黑色的面团做成扁圆的 有点立体感 黑色的基本上都做完了 我们再做紫色的帽子 绿色的做一些南瓜的饼 要做两个大的和两个小的 黄色的做一扫帚 扫帚呢是分两部分做 先做扫帚饼 搓一个小圆柱 然后擀个平片 边缘滑出一道一道 接着卷起来 把饼装上去就可以了 我们还要根据紫色帽子的大小 做出黄色的扣带 以及黑猫的黄眼睛 你这里会看到我会用一些小工具 你手边有什么工具 你就尽量去使用它 工具做出来的这种配件 相对来说更规整一些 以及红色的蝴蝶结 最后来做白色的 白色主要是做两个小幽灵 骷髅 骨头 骨头 以及木乃伊包扎的绷带 做这些平面类的时候 都可以把面团擀成薄片 放冰箱里冻一会更好操作 记住一点 小的配件做薄点 大的配件做厚点 厚了防止变形 好了配件基本上都做好了 现在我们把面团从冰箱里拿出来进行组装 先把南瓜的绳子拆去 烤好以后就没有办法拆绳子了 顶部稍微挖个洞 再把绿色的南瓜饼装到顶部 组装的时候 记住 等会烤的时候呢 面团还会发酵 会把这个配件都顶下去 所以呢 要用手轻轻的把面团表面 稍微拍拍平 再用清水沾上配件 现在我们把黑色的蜘蛛沾上去 同时用白色的小面团做两个小眼睛 也沾上去 看起来更加可爱 我们用水把白色的欧克皮一条一条 沾到这个木乃伊身上和四肢上 接着我们把绑好绷带的四肢 放到木乃伊身体的旁边 猫的耳朵呢 是要把发好的面团 切成三角形贴上去 其实我之前预留的猫耳朵呢 面团发酵以后有点大 所以我就用了一块黑色的小面团 一切为二 修成三角就可以了 猫尾巴也要稍微修一下再贴上去 这些呢都是要根据实际的发酵的情况去调整的 最后再沾上 两个可爱的小南瓜 好了 所有的配件都沾好了 我们送入烤箱 一百七十度 中下层 烤二十五分钟左右 烤五分钟以后 记得要盖上锡纸 防止变色 这个呢是已经烤好的几几包 你要把它放凉 放到不烫手 拿脱抹刀在四周划一圈 因为我们事先抹过了黄油 所以很容易就能脱抹下来 我们现在来做最后的装饰 你表面绘制的时候可以用到色素笔 也可以用化了的巧克力 还可以用糖霜 我们这里是用色素笔先来进入绘制 画上蜘蛛的脚和蜘蛛网 点上眼睛等等 色素笔呢相对来说还是很好控制的 色素笔呢就和我们平时写字画画一样 画出线条就可以了 就上面这些小的细节的眼睛 双巴之类的 那这个画是非常合适的 接着用白色巧克力画上蜘蛛网 以及黑猫的鼻子和胡子 最后用粉色给小鱼的幽灵点上三红 一款可爱的奇迹包就做好了 你学会了吗 谢谢观看 再见